薯酪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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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新境婦人員進來 我覺得他們都是剛畢業 進到臨床其實非常害怕 躺在床上的是会匀要过去 那如果有时候EMD来 我们常常病人过来 他有时候说我们要找到路上 这种也会弩爽的 他们也很担心怕自己 就是照顾病人的部分做得不好 所以那他们也感受到 照顾病人是有生命的个案 那也是不能就是掉以轻心 或是要很严谨的去处理病人的部分 对那我觉得现在的新人 至少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态度 让我感受到是很认真 也愿意学习 那就是把自己归零开心 那重新去适应临床工作 从开院初期到现在 现在接级是第八个单位 对所以当初就是从产房嘛 然后到8A 8B 婴儿室跟门诊化疗室 那其实开院初期很多硬体设备 其实建制到它的制度是非常的不同 就是可能像门诊化疗室 跟血肿瘤科病房 虽然在同一区 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 所以从零开始建立是非常辛苦 那我觉得后面到后面 也陆续续有其他主管来接受 我觉得也是还不错的 就让各自都有发挥的空间 那到后面又到门诊 那门诊也是我从来 还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单位 又是个很大的单位 对所以从中间 我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那我也很感谢 所有在门诊的护理人员 那后面又再回到8A病房 那8A病房也是 之前也是全院 大家都知道的 很综合科的一个单位 所以也是从中间开始磨合 怎么样让护理师 能够更有共识 然后把病人照顾 像昨天刚刚讲的病人安全 去做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病人照顾的部分 我觉得这次我还蛮开心的 那后来单位 其实大家凝聚力也不错 那跟病房主任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其实单位的一个氛围 是非常正向的 那之前就有同一个回馈给我说 他觉得8A病房 是最温柔的单位 对就是其实大家对病人账户上 或是彼此同事间的互动 都是很正向的 那我就觉得也很放心 那到后面现在的急诊呢 就是零为寿命 最上大的挑战 零为寿命 就是他的很多需要改善的部分 或是有很多困难需要去克服 那我觉得 但很多可能其他护理长 也有这个能力 可以去接受这样的任务 我觉得也是大家 相信护理部主任也都是 可以看到大家的努力 那我也看到同仁有在改变 其实他们现在也会彼此就是很有善的互动 那也会彼此关心 甚至下班前还会等着同事 像现在ICU来支援急诊 那急诊同仁还会等着ICU 同仁说要一起下班 他们那天讲了说 我们是个team 我们是family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很开心的一起下班 就看到他们的那个 彼此之间的那氛围是有在改变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点一点累积的时候 同仁会看到的这个单位的不同 跟这个单位好像有在进步跟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给我的正向回馈 对那这些的过程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辛苦 就像我也跟指纹说真的很辛苦 也很累 对所以我会觉得这过程 会想要去接下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 我一直的目标是护理传承 我很希望就是能够让 愿意在第一线的护理人员 可以留得下来 这是我想做的 所以我才愿意这样子的牺牲 对我觉得护理师他在第一线是真的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怎么样让护理师还有这个使命跟热忱 我要走在临床的第一线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非常需要社会大众的所有人的支持 怎样让这些人可以愿意留在临床上 那包含不管政府的任何津贴 我觉得都是要让同仁看得到希望 每个人都会有家庭跟你自己的压力 就是实质上的协助或是你一些其他 非实质上的一些鼓励跟正向的支持 我觉得或是给他们更多肯定 都是可以让这些人愿意留在临床上 很重要的这个因子 对而不是有些变得回馈变成是 我好像我花钱了 我来到医院你就要服务我 就理所当然 你就应该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这些对护理师来讲是压力 因为我们在做的是我们在抢救病人 我们要做的是更专注在临床病人安全的事务上 那我常跟护理师说 如果病人安全你护理师你自己的职业才是安全的 所以很多考量的点 你要以病人安全为出发点去想的时候 其实护理师他们很多的政策 他们就会愿意配合 也会能够知道说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是正确的 他要这样子 那我也更希望是护理师可以留得下来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更正向 实质的鼓励也好 或是其他更正向的言辞也好 去支持这些护理人员 对 这个是整个大环境了 应该是从去年开始 其实全国的人力护理人力就面临 就嗅到那个氛围了 那我们大概从应届毕业生 来到职场的这个部分 我大概跟前几年比就明显会觉得 进来的人变少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明确 大家提到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今年初更是明确 全国几乎大家都 连一中都已经也都私下了解 都也在缺人 那我想其实 当然就是说护一缺人 我们不能说 这个是大家的事情就常态 我觉得还是得面临去处理 那怎么样再跟我们自己的护理系 做更好的双向的互动 能够是不是影响到 我们护理系的学生 愿意毕业后能来 那一过去我们自己的经验 是觉得说 我实习在哪家医院 我就熟悉它的setting 那毕业后 我比较会直接去考虑到这些医院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 跟辅大护理系的老师在讨论 当然我们没有说 像一中床位这么多 但是该有的科目我们都有 那是不是也放一些 多一点同学进来 那我觉得也好的是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今年成立了辅大的后一 后一系成立后 大概基本上 我们初步的规划 学生实习辅大是totally support 所以等于是 第一年学生还没有太多实习 但是到后半段 可能开始实习 就会以辅大为主 那我们也寄望 这些后一的同学 未来毕业后 进入职场是以辅大为优先选择 那这个是当然就是说 不太能马上缓解 现在的人力荒 但是我觉得是 这个是要长期作战 对我们必须得要往下去 去经营的这一块 对 对 我一直在想说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理念 就是说 这个真的是要跟同仁不断地宣导 因为同仁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压榨 让我照顾这么多病人 或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应该是来讲说 你在一个这个机构工作 那你希望这个机构 它是蓬勃发展 那相对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好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在基层同仁 不见得能看得到 就那是里面长官的事 那我觉得企业部长做得很好 就是说这些概念要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清楚说 今天我们在急诊 好 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库 那我们有一些设备这些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希望是说 未来可以怎么样的智慧化 就是不要全部在都是用手动 还是这样的方式 我就觉得急诊我们也可以思考看看 有没有一些可以用一些智慧化 去取代人力的这一块 对 让同仁是可以有一些的帮忙的东西 可以去让他减少一些流程 因为我觉得看到同仁就是 像陀螺一样疲于奔命 那他为了处理这个事 那急诊的状态就是病人随时来 你不知道他下个什么时候来 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病人 所以这一块我们未来真的思考看看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系统的部分 可以帮忙同仁 就是说让他不要在这种慌乱的过程中 那能够就是说 可以稳定的去处理病人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他可能对于病人来 他不会 他其实愿意帮忙 但他很焦虑 我手上还做不完又来了一个 那怎么办 我只有一个人 我觉得这点是我们真的就要帮他思考 那我觉得最近因为急诊缺人 那我们请艾修同仁下去支援 我希望是一个好的一个互动 因为过去大家都在自己的单位 我只懂我自己单位 我老是苛责 为什么你做不到 就像说交接班 那我明明这边就可以交班 为什么你不能让病人上去 那一定有something wrong 但是我不了解你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苛责说 我都交完班了 为什么你还不让病人上去 还要留在我急诊 因为我急诊是源源不断 我没有办法关门的 他一直来 你早点让他上去 我们就不用take care这个病人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次 我期望是说 癌修同仁来后 也了解一下急诊的特性 因为他有时候 不是说不要收 马上收影片 他有他的一个状态 那大家相互去理解 那我觉得这个 也许就是一个共融的时间的时候 大家可以分享 对 因为我觉得说 你没有真的在人家的环境里面生活过手 你讲不通 你还是站在自己本位去看 对不对 你真的生活在这边就会 下次我希望他们把这个讯息带回去 癌修同仁再讲说 需要讲一句说 人家也很忙 对不对 你稍微冷耐一下 等一下我们处理好或是如何 那我觉得有时候 说不定未来等稳定后 我觉得是不是急诊同仁 也可以一两个去癌修工作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楼上就在急修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刚接我交完班 就下课急救了 所以我病人不能上去 所以就会停留在急诊 我觉得这些其实大家就是要相互去理解 然后破除自己的本位 那我觉得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团队 各自一团队的互动之外 我觉得团队跟团队之间 我觉得也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互动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辅大这个大体系下 那也不说谁好谁就不好 我觉得是大家好才会一起拉上去 我觉得这个氛围是要慢慢慢慢建立 所以护长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会觉得说 其实护长比所有的主管都重要 因为他带的好 其实整个的稳定度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以前我们都带着自己各自的在职场上的经验来到福一 那这样子的传承 跨单位的传承或跨校的传承或跨校的升职的文化 你有什么期待 期待不敢讲 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话 我就觉得我前面大概几乎三十年以上都是在台大教学的点 那我觉得我自认不离开临床 因为我几乎都在带实习 我没有说因为什么什么课程我们都没有带 那我觉得我自己自认是在跟临床的同仁的互动上是还蛮清楚的 那我也应该会知道临床同仁的苦 就是说你在讲的时候我会听得懂 我不见得我不敢讲我能够帮你马上解决 但是我不会说你就该这样做或什么 那我会觉得说真的 我自己做不到我也不能期望它 那只是说现在到府一来 我觉得那时我不晓得有没有太低估自己 因为我觉得到了临床端来讲 我是觉得行政管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点在这边 那虽然在临床我觉得直接照顾病人没问题 那你要做很多的管理的决策这些 其实还是有不同的点 那不过就是说从过去的经验来 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以爱护同仁的为主 那把我们的病人照顾好 这是我一直的期望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的目标 就是病人安全为主 那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期望的点 对那所以这个中间 其实这几年其实我也转着一再思考很多事情 对因为的确是 其实很多作为朋友说 你真傻啊 人家都是要跑到学校去 你自己为什么往医院跳 一直在临床上 对就是你还真正跳到真正临床 因为每个人问我说 我说我在普大 说你在普大护理系哦 我说没有我在普大护理部 每个人都在那里笑 对对对对 后面有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他会笑 对因为通常大家都会觉得到某个点 去学校比在医院容易handle 那我是到国来走 那不过我觉得我也很庆幸能跟我们这个护理的团队 大家有这样的共识 那我也觉得从我们的护理长身上也学到很多 我觉得这个就像院长讲嘛 大家这个生涯这么多有缘 机缘在这个点上跟大家互动 其实我也珍惜这一块 跟同仁或者是跟我们外界的任何的 我们的恩人也可以 然后最后讲一些的分享 就是希望社会大众或是就是恩人们 对就是大家更正向的去肯定临床第一线的护理人员 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的珍贵 对那我希望让这些护理师可以在临床上 失误的为每个生命去做付出跟努力 那也应该得到他应用的报酬 对我觉得这是对护理人员的尊重 那也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临床工作后 让大家至少上班不会那么疲累 对然后至少上班至人力稳定 对其实大家就可以在正常的作息中 去好好的适应护理工作 对也会在护理工作上更持之以恒的进行下去 对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肯定 谢谢 更多的肯定 护理部主任 我在想针对干人来讲 我们就说不管是实质的支持 或者是非实质支持 我们都很需要 那也很希望恩人就说 能够了解我们的工作现况 能够真正的就是 能够帮忙我们去做一些改善 那我想这个是 其实我们很多的部分 真的是需要恩人的支柱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 我们也期望我们的护医发展更好 好那当然 医学中心就是我们的目标 不管这个什么时候 哪一天完成 我觉得我们每一步都在 往这个基础上走 那另外新武泰地区 我们也自诩吧 服医应该是在新武泰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医学的指标的医院 那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设备的建制 或同仁的福利等等这些 我们也都希望恩人给我们 不时的一些鼓励 那给我们的一些支柱 让我们有更好的能量往前走 然后回馈给这个新武泰地区 事实上我们曾经在访问那个开刀房的我们护理师 他说有什么需求 事实上我们开刀房有时候是需要有一些无菌的兵 制兵 那在开刀过程中有些器官啊 或是什么需要冷藏冷冻 在那个低温这样子比较好处理 但是在食物上有点的话 事实上他们就需要有些像刷兵 那大家刷刷刷 那手动 所以久了之后 是第一浪费非常多的人力跟时间 第二时间久了之后那个手 事实上都会动到非常红 而且非常的没有效率 事实上我们了解了之后 就跟相关的恩人稍微讲一下 你知道吗 我们稍微这样一出去之后 因为那个就是实质 可以保护我们一物同仁 又可以让病人安全又可以提升 一下下事实上那样子的一个 专属的治兵的一个仪器 仪器就到位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恩人不乏很多 事实上非常有爱心 但是就是我们希望把实质的需求 实质的用途 告诉他们之后 事实上他们就会来支持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未来我们在刚才 企业人拉长也提到 那个病人安全也讲了好多次了 然后我们 我们护理部的主任也在讲 我们的行政管理跟医疗的文化的建制跟传承 事实上也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最后也是非常非常谢谢 两位的宝贵的时间来经过我们的一个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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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晚初分 毕业临孔常跟科技大学 基本上可以学到比较多东西 但是技术或者是学理的东西 真正来到这个单位 应该有差不多六天 那12号是7月15号报到 前4天都是要上新闻课程 然后进入这个单位 我就看到学姐都很忙 自己就是小机一个 会特别精湛 但实际上就是 你跟在学姐旁边 然后学姐其实其实很忙 他还是会一步步跟你讲要做什么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所以相对之下就还好 没那么紧张 因为技术很多都是那种 广哥合作 或是团队合作 实际上一定会有一个leader 然后因为他要呼喊口号 然后就会其他的就是帮忙的 然后就会知道说自己要做什么 OKOK 因为在抢救病人的时候 都是很棘手 要知道自己的流程要做什么 听学姐就是说 五六就是出院的病人会比较多 然后可能礼拜日 礼拜一进来的病人也很多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什么紧急状况 好像是台风前门诊都是没有在 都没开 然后就会全部的一大堆病患都在急诊区 那时候是更可怕的 但是病床真的就是数量有限 所以就是只能给需要紧急的病人用 对 没事没办法 我觉得就是 我们先把基础打好 每个人都想就是变得更强 这样子 就是到简三区那边 有一天真的成为leader那时候 真的很成就感会很好 因为急救去跟leader 是有时候你会在那个 管播会听到说 欸是是是是9999 然后leader就可以自己独打一面 然后赶快冲那个 就是拿急救包 赶快去抢救那个病人 对 那像我们那种菜鸟 那怎么办呢 对 我觉得 在成就感那方面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福利就还好 对 好那 那我叫卓梓恩 那我今年是二季的应届毕业生 那我来到急诊这边第九天了 那之前是除了实习以外 就没有其他的临床工作经验 至于我为什么会想要选急诊这个特别是因为我想要就是 样样都学 那急诊也刚好符合这个特性 所以来到所以我才选急诊 实际实际在这个单位是第五天 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的工作分配就还算完善 就是大家都要互相协助 那我也希望能继续在这边学习到更多 应该说比较有成就感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在学校 基本上不会就是互相就是真的打血管的针 那实际上我在这边的话 学姐在旁边有让我们先教学过 那实际在帮病人打针 那学姐也在旁边 就是让我感到就买安心 而且就我们争以也有顺利打上去 心理会站动 但手不能抖 所以是学姐在旁边的时候就是 真的会很心安 对对对 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我自己看 看下来觉得大家都还是算蛮有礼貌的 就是前面都会有尊称 那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就是 会call其他学姐或有空的人来帮助 那这样子才能让整个团队 就是顺利的营运 因为我还是我还算新人 那我们有各个站区 对那我想说就是照着 就是阿长的规划 就让我们先把整区先学好 然后就是先认识比较多疾病的就是处置 就是紧急的处置 那当这些都学习熟了 那之后也进到急重症区 也会比较说就是临场反应 就是这个人昏迷进来 直接送急重症区 那我们应该立马要做什么 这样子也才不会慌 对目前都还蛮适应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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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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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